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报两三千二百八十一点 涨了百分之零点九八 穿越版纸方面呢 是收报两千八百六十八点 那么是涨了百分之零点六三 两市成交呢 一点三三万亿 那么有一个放量 港资方面呢 净流入是三点四五亿 那么商大指数呢 继续向上 军工股啊 今天是领涨 旁面上呢 掀起了涨停潮 那么国防军工板块呢 北斗跟航天概念股领涨 汽车板块呢 零部件啊 上升 那么计算机板块呢 国商软件掀起涨停潮 电子方面呢 消费电子跟芯片继续的上个礼拜五的涨势 那么这个上个礼拜比较强势的这个免税股呢 今天出现了一个调整 那么左边这些图呢 是创业板指啊 最新指数表现 那么经过两三周的一个筹码消化呢 啊 现在呢 又是一个放量的 那么逼近前高啊 非常强势 那么过去的一个周末呢 利多消息呢 应该说 利好消息啊 是多过利弹 那么一个一个来讲 首先呢 是国内央行宣布啊 这个理财新规呢 是延后到2021年底呢 才执行 那么这呢 意味着银行系统内部呢 一些这个啊 之前积压下来的啊 需要处理的这个存量的一些资产风险呢 不用呢 在短期啊 这个解决 那么避免了给这个资本市场带来啊 进一步的一个啊 扰动啊 那么也是一个利好消息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啊 上个礼拜呢 中央政治局啊 会议召开呢 部署下半年的工作会议里面呢 啊 对于货币政策的表态呢 并没有呈现出特别紧的一个啊 表述啊 那么啊 市场呢 对央行收水的一种担忧有所行解 那么另外呢 就是上个礼拜五呢 啊 中国证监会呢 是对啊 下半年工作部署里面呢 提到建制度不干预零容整啊 那么提供的不干预呢 啊 是对于市场解读 被市场解读成了一种这个利好啊 啊 有利于短期游资继续的一个炒作 那么当然呢 呃 会中呢 也提到呢 要啊 继续打击这个非法行为 跟一些场外融资配置的一个啊 动作要打击 啊 但总体来看呢 啊 消息呢 还是利多啊 利好多于利弹啊 那么加上呢 啊 早上又公布了7月 那些中国财新PMI数据也是胜规于细啊 带来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提振 那么后面的风险呢 在于中美方面关系紧张 现在呢 又蔓延到了这个软件领域 过去一个周末呢 大家讲了比较多 美国方面呢 对中国这个字节跳动海外公司 TikTok的一个封杀啊 这个意味着这个中美啊 那么啊 也是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打压 是来到了软件层面啊 那么以及呢 这个前期上方呢 有一定的一个抛压机具啊 上去的话呢 啊 可能需要消化一段时间 最后呢 就现在是业绩的一个中暴期啊 有一些个别股份的业绩暴雷呢 要警惕 那么说一下今天的板块军工股啊 那么不要看呢 年初到现在军工板块涨幅那么大 实际上呢 放长远来看呢 现在军工板块的涨幅啊 是也就到达这样的一个位置 啊 那么基本上呢 跟17年的时候呢 差不多 那么距离15年的时候高位 实际上呢 还有非常远的一个距离啊 那么都说呢 这个牛市里面呢 军工的一个弹性大 好 那么来看一下具体的利好因素 首先呢 在过去的啊 上个礼拜五 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面呢 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谈到强国必须强军 军强才能国安 啊 那么加上呢 南海方面问题啊 现在这个南海的一个局势也比较紧张啊 有一个额挖吹化啊 军工股上涨 那么另外呢 从需求层面来看呢 军备开支呢 近年来呢 暂比GDP都是稳定的一个增长 并且呢 有强的一个逆周期性 那么也保证了各方面啊 无论是船舶啊 或者说这个航天航空 军工方面的一个订单稳定 啊 那么加上呢 这个军费的一个啊 定价改革呢 军品定价改革呢 那么引入了竞争 机制啊 中上游的毛利啊 成本呢 下降利好下游的一个毛利回升 那么还有呢 就是政策方面推动的并购重组啊 军工资产正确化提升 以及呢 现在公募磁场比例低呢 都被市场拿来当啊 做一个啊 板块呢 未来能够大涨的一个前提 啊 那么啊 在这一块呢 我也觉得呢 这个板块还是不要受情绪方面主导啊 那么真正呢 值得价值投资的标的呢 实际上不多 啊 那么风险呢 在于要提示短期呢 涨幅过大 焦点板块第二个呢 国产软件啊 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 威胁说 接下几天呢 总统特朗普呢 将会针对中国阳线的公司呢 采取行动 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 实际上也倒逼了今天呢 市场又在炒这个软件啊 国产化的一个提速 加上呢 本来8月呢 就是国内信传产业的一个招标啊 这个大规模招标的一个窗口期啊 啊 那么像今天股份呢 中科曙光 中国软件啊 这个城脉科技啊 卫视通啊 这个东方通呢 股价呢 都是有一个大幅的上涨啊 啊 那么需求层面呢 就是国家呢 这个对 it 的一个基础层面呢啊 这个进创产业呢啊 这个高度重视 那么啊 过去十三十几年的一个发展呢 也慢慢的啊 被一些中间厂商跟这个下游的一个整机厂商呢 所接纳 那么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贡献啊 这个商业化贡献盈利的一个周期里面 那么自主安全可控呢 预期呢 今年的一个市场规模能达到1.05万亿啊 每这个人民币的一个规模也是比较庞大 那么这个产业里面呢 这个国产软件啊 应该说呢 仗有的一个比例最大啊 那么分为硬件 技术软件 应用软件跟信息安全四大板块啊 那么从风险来看的话呢 就是这个板块的毫无质疑啊 这个过去12个月呢 静态来看呢 估值偏高 那么等待这个中报业绩发布之后呢 可能过程中啊 股价有动荡 那么另外呢 就是未来这个商用方面呢 会不会啊 这个只靠招标呢 但民用方面竞产缓慢呢 影响盈利的一个成长呢 这一块是不确定性 好 那么下面提到股份呢 没有去啊 那么明天节目里面呢 我们再见